关于自己最近为什么不更新这件事 唉 其实不瞒你们说 最近我就是 啊 单纯的懒罢了 哎呦 好了好了 别骂了别骂了 我不就回来更新了吗 放着所有硬汉仓库生存事况第六期 坐稳了吗 那我就开始发车了呀 哼哼 其实上面这些操作都是我表弟打的 这充满智慧的茶馍怎么可能会这么菜 哼 我在我们村 别人都是打小就看我聪明 我也毫不夸张地告诉你 我其实是个大聪明 哼 不信 不信你看弹幕 评论全都是在夸我大聪明 哎 我可真聪明 好了 不评了 正式介绍一下 这期视频依然要前往红方舟的脚掌上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执着 因为这可能是方舟所有2.0版本的 最后一个单机实况系列了 曾经作为萌新的我 第一个基地就建在那里 而现在 多数是站在这个世界顶端的我 在这最后也还是想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地方 这就是所谓的有始有终吧 现在一路上是没有什么大危险的 但还是要不断地存档 中途万一蹦出来一个迅母龙 一个拿了吧你 就把我吃了 那怎么办 硬汉模式 存档永远得神 在考验了电脑50倍加速之后 咱们来到了这个河边 只要跑过了这条河 就离我们的建家点不远了 啊 我终于来了 但是还是得小心谨慎呀 这里面可是会刷很多食人鱼的 不过 这一次好像没有 嘿嘿嘿 那我就直接 好耶 回家喽 你不要过来 救命 救我 救 幸亏我存档了呀 我的天 又让我跑这么大老远 你们这些破石人鱼 好 再次来到这个河边 不要犹豫直接下水 来呀 来咬我呀 不要以为我长得这么帅 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针对我 再出来咬最帅气的我呀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好像没有食人鱼 不用管了 这真不错呀 我上岸了 那么现在的话 就可以直接上高速 那么咱们现在就成功的 来到了红方舟的建家点 本期视频就 开玩笑的 游戏来到第二天呀 在昨天晚上 咱们已经是把基本的基地 进了个大概 咱们方舟人 九个地基一个家 那是老传统了 今天的我 那叫一个意气风发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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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上厕所 你好那么大人干什么吗 好啦 家人们 今天是要前往红方舟的 小样们小茶茶 真样们真帅气 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呀 不过这路上 为什么没有看见几只龙呀 有点奇怪 来到了红方舟前面呀 现在只要走上这条道 我们就能来到红方舟的 贡品终端 贡献这个神器 这都是轻车输路了 好吧 来到贡品终端前面 先存一个小档 然后再返回游戏 打开贡品终端 点击背包里的神器 贡献 出来吧 我的静心高 加高商稿子 加超级传说兽皮套 真不错呀 静心高 加一个211伤害的稿子 还有一个不错的 兽皮胸甲蓝图 我这个小运气 好吧 我是剪辑的 回家的路上呀 我看到这里有两只射猪兽 那我就不客气了呀 宣布 大包带走 哪来别你 方舟水游中的射猪兽 驯服需求是看你的背包 所拥有的物品 而在端游 射猪兽是随机想要吃 想吃的食物 但这种不挑食的射猪兽 换来的就是 不能骑 这 这么一想 好像方舟水游的射猪兽 不能骑 就合理了起来 好家伙 这个驯服的过程是非常久的 不过呢 我是很有耐心的查呀 不然我把你丢到海里那位鲨鱼 你快吃 不然我拿弄给你安个摩 快吃不然 男妈追 注意救呢 我也是驯服了这两只射猪兽 真不错 在我的耐心之下 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这两只射猪兽 可能看起来就有那么一点烫吧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看着他们就透露了一种汉气 这驯服之后吧 我就感觉我这两只射猪兽 好像有点不太聪明的呀 你看他这个 真的没有问题吗 终于是把这两个 恶化给带到家里来了 他们两个的智商是硬生生 把这个路程的时间给超级加倍 好家伙 来 把他们的驯罗魔术给打开 这样子射猪兽就会采集附近 所有的杂草和木头 你们的作用也就矜持而已 但这里要说一个小知识 射猪兽的有效采集背包 只有27个格子 如果这27个格子满了 那么他将不再自动采集 现在咱们就趁着天还没黑 准备一下 待会去找这打一波怪 你老说我视频谁呢 我这期视频谁在说我水 我 我 我这些不给你看 来到家旁边的沼泽呀 那水里的鳄鱼可真嚣张 好家伙 这么多只鳄鱼 你们给人往水里蹦滴是吧 行 我当场就不能忍了 给你来一发 待会 待会 我错了 大哥你别过来 钱过来了 根本就没在怕 战略性换了一个高一点的石头 就你们这些小破鳄鱼 还不是随便打 像我这聪明的大孩子 那我直接无脑输出 何必呢 你这只地恶也想送金 那我就不客气了 拿来吧你 现在已经天黑了 大网上的咱们要千万小心 找着地形不止这些危险的怪物 还会刷新水质 就有一些大傻子 看不见的似的 给一种变异水质给吸到了 就得到了一个永久的流感buff 这个buff就连你死亡复活之后还会有 人物只能通过制作刺激解药 才可以消除这个buff 就平常的这种水质 咱们就根本不用担心 就算我这样子给吸到了 我也 啊 我他们要的服了呀 兄弟们 这 我 我 我只能回挡了呀 不过没关系 也就回到我进沼泽之前 哎呦 我太难了 怎么随便一只水质 就直接得流感了呢 那么本期视频 也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就多多点赞吧 我是一只茶魔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